Hello 大家好 又我是Ivan 来到 5仔这个频道 跟大家分享一些理财 财经的资讯 最近金管局计划多多 除了借钱 借贴现仓给很多不同的银行之外 最近还搞四招 打算救冰封的楼市 最近楼市真的跌得很厉害 上年到现在 跌了13% 他都说 害怕了 想着方法看看如何攜民道光 我看到外面有些KOL 都说 最高位可以跌成70% 不夸张 40%是否几万的楼台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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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坏人了 不论是萧生也好 很多人都说 楼市会跌 我自己的看法 未必我始终觉得 今年是打橫 或者是 最多轻微下跌很少 为什么这样呢 我觉得还会反弹多少呢 还有我觉得最终可能有机会再跌多少成呢 今天就会和大家研究分析一下 在未分析 希望大家可以赞 订阅 分享 吾仔的频道 还有很多资讯 历史的分析 数据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觉得市场 差不多了 或者为什么 市场有机会大反弹 还有支持我的新书 1000 个收线 还有未来 快要出这本新书 三岁赢八十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大家 最近施永青在中原 经理会说 欧斯是不会再重临的 他觉得已经升了20年了 跌下也是正常的 尤其是资金是外逃 那些人未必要去香港买房 所以就算是伏尚也好 他也觉得 不是太乐观 叫经理不要乱去开我的新铺 他也担心 似乎 乐观的人 看得那么淡 不知道是不是想吹谷 员工 努力点 或者劝人买家 快点沽楼 这样才有成交 不知道了 因为通常 做经理都是想赚钱的 好了 但是金管局 都看到外面的形势 不行了 一定要帮忙 他出几招 大家听听 第一招是市值 1500万以下的物业 最高都是做七成的 按揭 之前不是的 之前可能是1000万左右 现在是1500万以下 都可以了 所以你说 1500万那些是最有着数的 1500万到3000万的物业 最高的按揭 乘数是 上调到六成的 市值3000万以上的 都是维持不变的 不好意思 都是五成左右的 非自用 住宅 物业的按揭 乘数上下 是维持五成不变的 第二招是 调整非住宅物业 社自由 工业大厦 以及商铺 最高的按揭乘数 由现在五成 降到六成 第三招是 以资产水平作审批 基础物业按揭 贷款 最高的按揭乘数 无论注冲或非住宅物业 目前四成 提升到五成 他说 这次 他没有 调整 借款人的 收入比例 记得 上次 陈茂波 走出来 大大声 就说 认为威了 就说 暗揭 压力测试 那些 就降低门栏 这次没有 借款人的 还款能力 可以保持一定的标准 对银行的体系有一定的保障 我心想 借款都这么多 大家都没钱 是不是 收入很多人都降低了 经济不好 所以 其实这件事 我觉得是双重 刀来的 两双刀来的 究竟能够帮助 害了人 你叫人家 有能力才好借 他自己这么说 无论他这么说 尋茂波 也是这么说的 这件事也是很重要的 没有那么多钱 没有那么大 头头 没有那么大 那么大 没有了 大家看看 之前 400-1000万 都是9成 现在也是 1000-1110多万 都是可以借到8成到9成 太股上限是900万 这是最高外揭乘数 现在最最早的就是 1200-1500那些 现在可以借到8成 还有7成 借到7成都不需要 问这个按揭公司借钱 所以这班 换楼客 其实是最好 如果想换楼的 这班1200那班 他就不需要 太大的 不需要 按揭 保险费 最少是13-14万 直接问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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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轻松上车 早点换楼 这班是有最好处的 1500-3000万 都可以借到7成 3000万楼上是没有的 当然 你也要看个人 是不是手指挤 那些 1000万楼下的 一定需要 看这些东西 而且 刚才说的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 一定要以落成的 住宅物业 楼花就 不好意思 楼花就不能借多多的 所以这就是他的标准 600万楼下 仍然是位置不变的 楼花 我经常说 我经常给一些 很建设性的 议题 给政府 但政府不听 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实际上楼市 成交好一点 一定要减低 印花税 因为现在印花税实际 也不便宜 又有双重印花税 海外的人来 还要付 15% 那些东西 很贵 那些双重印花税 这么贵 人们却暴 所以这件事会造成 一个经济学税 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 deadway loss 一些无谓的损失 你看到中间这一部分 就是deadway loss 就是什么呢 就是原本本身 买家和卖家可以赚到的钱 变成了最后 大家都没有了 给政府了 其实原本可以令到成交会更高 买家给多了钱 业主又收少了钱 也是没有好处的 就是经济学税 所以我觉得 我激励支持政府 快点减这些辣椒 减了这些印花税 令到经济 令到交流更加暢 现在这样的交流 其实真的有机会 成交会更低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宁愿 先看下跌线 我封盘了 不买了 好像舍度好一些 你也减辣椒 我预讨你继续减的 不如我先看下跌线 立即反嫁 不出奇 对买家来说 也是不公平的 游走去追 买家就更加傻 所以我自己觉得 有些经济学家 或者有些地产商就说 减了这些纳赵 随时升 成交会多了两三成 我没有 那么乐观 为什么呢 我再给大家看看 我许证公司也说 以下1000万为例 在修训之前 按保的公司 成保是50-90%的 按揭乘数 保险 如果贷款 本金就连同 保费每个月 贪环 每个月的公款 是多了1390元 但修训之后 按保公司 成保是70-90%的 按揭乘数 保险 最多每个月 多工1000元 新的按牌有助 减轻 太欢迎的负担 帮助市民 回楼 市民有这么多钱才算 对不对 以及只限延楼 楼花就 面问了 不好意思 其实过往你见到 这么多周期 包括上升和下降的周期 跟大家分析一下 袁敏雲就说 为什么他会有这么信心 这个措施会帮助到呢 因为除了上年到现在跌了13%之外 写字楼 18-19年高位 到现在跌了20% 工厂大厦也跌了8% 商铺也跌了17% 有些不知 我记得说过 跌了三四成 他觉得经济放缓 一定想方法 如何去救市 今年年初到现在 楼市都跌了13.4% 连花旗也说 下半年 楼价会再转跌 下跌 下跌 怎么看得这么坏 这些外国势力不适合 不应该这么说 你应该像 小先生说的 楼市跌两成 跌五成 这样就撑得起楼市 但是真的没有办法 如果这样跌下去 我觉得 政府是一定要想方法的 你想想 全世界 五十多个国家 香港 排第五十四 这十二个年 起码跌10%以上 差过香港有哪个 新西兰 南韩 南韩跌15% 不止 南韩有些大单位 跌成两成 到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卖不到楼 所以这几个国家 瑞典 乌克兰 当然跌了 没办法 打仗 全世界最厉害的 土耳其 当然是 土耳其 一年 通胀都80% 马其顿 打仗 匈牙利 立陶苑 这些都升得厉害的希腊 这些全部都通胀的国家 没办法 所以你看看香港 刚刚这个礼拜 中原领先指数 也是要跌11% 很久没见 全线下跌 新界西跌1.7% 新界东跌0.96% 九龙跌0.8% 全港同一时间跌 大型屋远 都是跌1.1% 没办法 很久没见过全线下跌 是 2012年12个月后 首见八大指数 包括小单位 全线下跌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说 但我一定会和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 市会跌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银行 银行对这些按揭的股价 仍然继续非常保守 是极端保守 现在你看到 由高位 一路 蓝色的地线 CVI 中原股价指数 一路 一路跌 跌到一个低位 130点 这就影响了 为什么那些人 买不到楼 或者买楼 真是 看清楚自己的荷包 如果你借得多 不好意思 他不会借那么多 估不足价 我现在住在那里 在元朗那里 我看到外面的人挂盘 1400 1500 但我一心想 是的 和高位跌了一点 但我一看银行估计 银行估计 银行估计得1,100,000 和市价价价3,400,000 你怎么买 我都买不起 不要开玩笑 你现在放宽了 这些是1,200,000 1,200,000 Ivan 都买不起 不要开玩笑 真的 现在买楼 有钱 也好 不如留下那里的钱 做一些4,500,000 定存 或者我 做一些储蓄 5,600,000 基金 也有7,000 我为什么 一定要去买一层楼 租出去只有2,000 3,000 还要想 如果长远 你会借钱 所以 我宁愿留下那笔钱 做其他生意算 真是 何况 哪有那么多钱 那么多流动元金 现在事势 香港 很多屋苑 包括最近 成交中数 整体的楼月 买卖 合约 安月 是跌的 只有4,000多宗 整个6月份 美股生育 23宗 加回18宗 沙田 但只剩15宗 连太古城 整个月只有13宗 上周只有4宗 十大屋苑 很多屋苑都是捧蛋的 所以经济真的不好 讲一个历史 为什么我会觉得 今次有机会有少少反弹 反弹多少 其实你见到 自从2009年到现在 整体 都是做一个收紧的政策 包括 2019年 他做了什么呢 第一次 2000万以上 最多可以做 6成的按揭 而2000万以下 自住物业主 可以做7成的按揭 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的收紧 我记得是09年10月23号 2010年8月13日 1200万以上 自住和非自住 最高的乘数是6成 供款 不能佔多于50% 又要做压力测试 就是2010年开始 就是 做这件事 但是其实 看到楼市 没有什么大影响 因为很多人 那时候 楼市也跌得很便宜 都是1000万 1000万楼下 所以 你说对豪宅 那些可能影响大一点 很少 豪宅就是另一个市场 不关事 很多人都可以付钱 所以自从那时候 根本就开始加大力度 但是市场也不理你 一路一路就升上去 好了 到了 根本局第四次收紧 就是 2011年的6月10日 1000万以上的自住物业 由收紧到5成 700万到1000万就是6成 700万以下 最多7成 这个就是最贴近 现在讲的是 如何放松那件事 但是市场就在了 一路跌了一年 2011年那时候 我记得那年我也有 去换楼 帮助那些人换楼 但是2012年 对了 市场又要再升上去 因为发现 人们都照做6成 照做7成 也有香港MC 可以借到1成 所以 贷款 700万 最多借400多万 但是市场又再升 我记得那年 2011年 日本 还没有三分大地震 然后又有勾债危机 所以市场下跌了一点 但是经济好温又继续升 又继续放宽 热钱又流入了 然后又继续升 整年 到2012年9月14日 又继续升 然后又有 BSD SSD 这下就是 比较冲击大一点 但是 不断跌回来 一成半成 基本上跌幅 不大 都是几个%之内上跌 所以呢 接着市场又升 去到2013年 和2014年 我记得了 又是什么 勾债机 中美负战 那类的东西 再收紧一点 这个 就真的是 比较大一点的影响 由120几点 跌回来110几点 这真的跌了10% 我记得那一年 我又是再换口 所以 又是一些时势跌落 又是一些正硬的时势 我都觉得它会继续升 接着又一支箭标了上去 记得了 那时候 什么时候开始加息 大家有什么印象 2017年 美国开始加息 不断加 四、五次加 六、七次加 但是其实是没有阻碍的 市场也是这样升的 那 去到什么呢 中美贸易战 去到这个 大陆的A股 爆破那刻就跌了下来 但其实是怎样呢 都是没有大了 怎样宣布什么绿招新房屋政策 完全没有了 楼市一直 继续升 那么 我记得这个 汪顿敬先生的出本书叫做什么 龙市理论 说怎么升升升升升升升 没事的 升下又跌下 升下又跌下 似乎龙市理论这段时间就不太合理了 为什么呢 因为 2020年开始 不断地加息 连加了10次 总共加了5厘 这一刻真是厉害了 自从 这样加法之后 楼市真的完全没有起息 你说林郑平不断放松一下 呼吸一下之后 就没什么 大升了 最高位是2022年 2月 就是历史高位 中原领先指数 191点 接着就一直回落 向下回落 又如何裁业 plan 减低压力测试 都无助 似乎一直跌 所以 其实疫情确实有一个 很大因素影响 不断 令市场真的没有 急速 45度角 60度角 向上升 但是最重要是因为加息 你看到加息 真的因为加息开始 这样来 大家的预期 经济不好了 整体经济衰退 所以 所以绝对是跟经济有关的 急速下跌 你看到上半年 全港一千万到二千万的二手 住屋 的买卖 比例是 14% 平均 说到当然是多一点的 21% 因为大单位比较多 千万以上 但是新界比较少一点 平均只有14% 2019年10月 和2022年 曾经 政府两度放宽 这些什么 什么 plan 什么 plan 放宽 按揭的上限 但是似乎 对这个 成交中数也没有太大改善 改善了少少 但是不是很多 2019年 林郑出了 林郑 plan 1000万 中低的住宅 原本 81% 上升了2.5% 到2020年的83% 似乎 便宜成数 1000万以下 有些帮助 波叔 plan 加大到1200万 成交 整体买卖中数 都是多了1.5% 所以 那些 地产经纪 就说 哇 成交多了两三成 不好意思 我不是那么乐观 你现在有1200万 他说是1500万 是的 但是有没有太多人借钱 对不对 你怎样 什么 plan 都好 今次 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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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偉民 plan 亦无法 似乎 似乎 都不得非常吹 10000万 以下的 是刚才刚才说的 帮助得到 多少 但只有1.5% 没大意 虽然全香港是80% 2000万到1500 可能会帮助得 多一些 得多一些 正在看到 成交中数 整体是 不是 沒有什麼特別的成交 所以這次 都是幫2,000至3,000萬樓上 有錢才能購買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你見到最近 匯德鋒17億奪了 堅尼地城、林海、西寧街的地平 赤價 7,071元 21年的新低 為什麼20年新低 上次的低位是什麼時候 2002年6月 北局英王道632號的地平 赤價1981元 惠雲峰 現在這次的地平 這麼便宜,因為旁邊是鏈房 鏈房當然是便宜一點 而且外面的測量師都猜是5,000至9,000元 估不到 真的這麼便宜7,000元 幾個頭 有哪幾個 李嘉誠也有頭 長實、英軍、 新地、嘉華 都有頭 最後 堅叔那些 頭得中 匯德鋒 17億 赤價 麵粉價 7,000元 大家想一下,麵粉7,000元到時賣多少錢 13,000 15,000 就不知道了 但是你說15,000元呎也好 那就慘了 整體附近那些是2,000至3,000元 高峰的時候是3,000至4,000至4,000至5,000 如果賣到1,000 7,000元呎 計算一下建築性 你賣15,000至16,000元 整體真的會拉低有機會 但是賣得出4年後的事 沒那麼快 但是創新低價 影響到大市 建築商 發展商都是看不好的 市 你得理念房 林海地皮也要賣 7,000元的 上年也說過了,旺角的住宅也是賣3,000元的 上年這棵地肥附近 那棵地 也在賣9,000多元 證明了都是要跌一兩成的 沒辦法 首半年印花的 按揭的中屬 17年新低 即是買新樓 借少一點錢 沒那麼多錢 下半年 Hyper也繼續 5厘樓上徘徊 似乎首半年 只有4,000宗 創了3年半的新低 沒辦法 大家都不肯借錢 那樓市怎會 大勝 每個人 上年已經低了 今年要再低一點 沒辦法 大家都不借新錢 變成 你以為人們來香港買樓 真是通關 不好意思 沒有 每個人都不理 你要全年只有5萬宗 這麼悲觀 5萬多宗 278億 比去年 6萬多宗 還要少 這個預期 似乎人們 都不是這麼借錢 當然啦 你的利息 加到 5厘多了 接下來還要加多兩次 加到6厘多 那誰要借 是不是 我看到很多朋友跟我說 借錢貴了很多 你說之前就封了頂 怎知 為何又再加多一點 當然啦 你的PE要升 是不是 上次不追加而已 接下來7月又加的話 又追加 一追加就怎樣 一追加就又升了 是不是 你封頂位都 繼續升 沒辦法 你說這刻可能做PE是比較划算的 PE減幾 PE減3 但不是每個人做PE PE沒那麼容易回落 所以其實長遠來說 H案是比較好 但是你見到銀行結餘 新低了 400多億 銀行也沒有錢 有些銀行還要問 金屋局借錢 貼完章 借回幾十億 代平安 因為外面的銀行 大家都沒有錢 真的缺錢 所以 不要亂借錢 二手樓 更加不用說 上次說 真是冰封 真是 慘慘豬 連續三個月 住宅留院買賣 下跌 累計就下跌了46% 你說什麼 特別的DU 也賣不完 預一的也賣不完 當然了 這麼貴 預一就兩萬多元 最近的發展商 也不敢很積極 你看到 海盈山 在港島南區 黃竹坑 近地鐵站 平均車價 27000 但是 比之前說的 進環 洋海 那些 賣了差不多 三萬元 海盈山 第三期 都 牙膏地賣 賣了88伙 之前賣了百多伙 為什麼? 害怕嗎? 害怕樓市跌 還是怎樣? 害怕賣不完 所以這幾間 加利、信志、泰古、地鐵 一起合見 房間的單位也要 966萬 入場的單位 也是不便宜的 我恭喜他們 看看有否買 大家買吧 有錢就買吧 借到嗎? 借到的 借到七百多萬 那你借吧 是 有錢才買 哪有這麼多錢 七百多萬 無謂 這個啟德真是更慘 啟德這個 這部分 多少 下週二 11日 又是八十多伙 又是折牙膏 開花式 和三房 250呎 我臨海地皮 也要住200多呎 不是應該住大單一點 首次推出海景一房 連衣舞姦 赤家 22,000元 慘了 如果你之前那批 17,000 20,000多元 賣的地皮 都趴下了 怎麼辦 哈哈哈 是不是真的好像 李嘉誠 6,000元 金頭 慘了 那些真的要買到貴 三四萬也不得止 不知道有沒有人買 截實最便宜 514萬 下星期二 忘記了 策定時間 五點鐘走過去買 聽說好像反應多熱烈 比之前那些便宜 一成 是不是 似乎很多人都是負責 好像有很多人 入票 另外 洪水橋 匯刀 一期首批是125伙 13,000多元 哇 比市區便宜很多 最便宜是440萬有交易 比同區那些 之前那些 LYOS 那些什麼 都是便宜了 便宜了一兩成 是的 之前那時 15,000元 13,000元 就是想賭錢 最便宜是兩房 12,000元 12,000元 500多萬有交易 那是不是 賭死二手樓市 你 叫別人 怎麼好意思 所以我自己覺得 砖頭 升值年代 也有機會 短期來說是玩完的 收租 一定是不夠 供樓的 整個需求 都是 削弱了 大家的心態變了 內地的樓市又停滯 投資者 真的不太快 容易拖延 來賣樓 有機會來賣樓 也不出奇 所以 我覺得加息步伐 似乎要看到明年 今年年底 不加息也算太好笑了 所以我覺得 大家要穩定一點 看定一點 不要亂做決定 始終 我覺得 真的有機會反彈 1% 根據歷史來說 上輪的幾次 但是很大的問題就是 供應 錢的供應 其實美國那方面 仍然在收緊 不是大量印錢那種 除非 大量買債 或者大量什麼 使得市場釋放一定的資金 否則 我覺得 市場仍然是 打橫行 輕微的下跌 我不會說跌人家的 我理由說跌七成 沒有那麼誇張的 但是我覺得 持貨的人 都不亂 那麼沽 一定要先帶錢 沒辦法 等好一點 買樓的人 不如說 就是買新樓了 所以這就變成 賣了兩下銀的局面 大家都 不想看到 所以我覺得買樓 都是看人生的階段 你人生階段 如果年輕人 真的沒有那麼多錢 真的不要亂買樓 因為現在 加息周期 不如你等減息周期才買 更好一點 另外就是你供款償還的能力 很多時候現在的時勢 大家收入少了 是不是真的 要借錢 六成、七成、八成 甚至九成 千萬 九成 我覺得 壓力太大 不要亂做 我覺得真的要看自己的能力 還有你的人生目標是什麼呢 是不是全家人都是為了層樓呢 一定是為了銀行的供款呢 我覺得人生有很多目標 不一定是買樓的 我覺得 這樣借花 不如想一想 如何做投資 穩定收息 將來如何退休更好 我經常說 一定的 做一些儲蓄 做一些債券 不同的收息工具 將來 退休收息是很重要的 真的有能力 先去買 不一定要急著去買 這樣 確實現在我覺得二手盤是可以坐價 但是一手 看看你覺得值不值 按揭 都要付多少 住宅 那些會所 管理費實在不便宜 我自己也建議 定期買一些 收息工具 包括定存股票 債券 基金 都可以做到一個 不錯的回報 將來可以 退休收息 我總覺得今年也是一個好的時機 買一些債券 債券基金 包括一些股票 都可能 選擇一些好的股票 抗到通脹的股票 就不是 受這個加息影響得太深的股票 你看到好幾隻股票 蘋果 Microsoft 都是 近來都創新高 都是上一些高位 你看到法拉里 都上升高 這些股票 不要開玩笑 我經常說奢侈品 是加息的收期 都是上升的 但是你不要想說減息 股市又升了 不好意思 減息通常是刺激一陣 但是 通常都會怎樣 有些股災也不奇怪 但是暫時未見到減息 所以加息 其實是對好事的好處 長年來說 我覺得 退休收息 也是一個最重要的方法 希望大家 喜歡我的分享 最後一批 一千萬歲的理由 差不多都賣了 希望大家 支持小弟 沒什麼 其他本 7月中 我會出賣第3本 三歲贏80 希望大家 大家終於有今天的分享 不要亂借太多錢 否則說不起 就大力領落 希望大家 支持小弟 下次再 和大家分享一些 理財和財經的資訊 給我按讚、訂閱和分享 不用其他頻道了 再見 拜拜 拜拜